三叶 再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 三叶转为三秘的方法 这个修行这个秘教来用三个 严肃 你修法一定要有他本身的这个严肃 那么用的这三个元素 一般人 耳守能详 那么也就是用这个 所应 密教修行要解所应 那么要念这个咒语 还有用这个意念 去观想 那么这个呢 就是法 咒语就是口的清净 口的清净 那么所应呢 就代表你身体的清净 身的清净 那么观想呢 就是意念的清净 在每一个修法上面 在密教的每一个修法上面 都是利用这个三个材料 三个材料去进行 这三个材料就是 身口意清净 用这个所应 观想 念咒 那么这三种材料去进行这种修炼 我觉得这个念咒啊 当然我们讲念咒是一种秘密的事情 念咒本身啊 它是属于这个如来的啊 这个佛本身的 如来的本身的心真言 也就是内心本身很秘密的声音 这个是叫做咒了 是不能够翻译的 也就是很秘密的心的真言 它是一种声音 以这个声音啊 来跟如来本身的心啊 互相起共鸣 这个就是咒语 那当你在念咒的时候啊 我觉得是真的是 口清净的 因为这个你在念咒的时候啊 你嘴巴就不会忘语啊 不会两舌 不会恶口啊 不会疑疑啊 你这个就不会了 你在念咒当然是口清净啊 因为你发出一个声音的时候 不能同时发出两个声音 不能同时有这个 不好的这一种口叶产生 所以当然是口的清净 而且你念的是最好的 最善的一种语言 这个是口的清净 那么手印啊 你结手印的时候啊 代表生的清净也是很有意思 你一结手印的时候啊 你两只手啊 就完全结成一种标志 也就是如来的一种知识 如来的这一种知识啊 代表是最亲近的 也就是如来的一个试验 他本身的发的试验 象征着他本身的试验 一个标志 这个时候因为你手结手印啊 你就不是这个 slee hand 就不是三只手了 你两只手嘛 结手印 代表你身体的清净 这个时候啊 你的身啊 真的是清净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意念的清净 你在做观想的时候啊 这个密教教你做观想 这个观想 就是替代了你的妄想 人本身假如不在做观想的时候啊 他的妄想 有的时候是很多的 人的念头啊 有人讲过啊 像那个海浪一样的 一波一波从来不停止的 你仔细的静下来一下 然后想想你的意念 真的你的这个妄念啊 是无穷尽的 跟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 你假如能够用佛本身的观想 这个佛法 密教里面教你的这个观想方法 当你在观想的时候啊 在观想的时候 你这个妄念就不生 妄念已经被观想所替代 你妄念不生的时候啊 你这个念头当然是清净 所以密教修行有三个要素 一个是念咒语 一个是解锁印 一个用观想 那么利用这三个要素呢 把你在这一撒那之间啊 就是在那个三密啊 你三个三密合一的这个时间啊 你就身口意清净 一撒那之间身口意清净啊 你那一刻啊就等于是佛一样的 那么把那个时刻啊在延长 延长作为你日常生活之中啊 都是在身口意清净的修行 那么你这一天就变成佛 再来呢一个月多是这样子做的话 一个月多是佛 你一年的时候啊都是身口意清净啊 你这一年都是佛 你年年都是如此 你年年都是佛 你永远都是如此 你永远都是佛 这就是三密啊 这个一个道理 三密的一个道理 这个外相是佛 还有内心啊 你的意念清净 意啊是无形的 是属于内心的 宇宙当中的要素里面啊 地水佛空是有相的 空跟室是无相的 你修地水佛空是修你的身体 你修空跟室啊是修你的心跟室 心跟室是无相的 所以密教的修行啊 因为很落实啊 有落实感 是因为你修有形的身 也修无形的心跟室 所以你得到的这个接受啊 就不同啊 这种感受到的就不一样 其中我们晓得这个身口意啊 虽然分起来是三啊 其实也是意的 身体啊 有时候是跟着意识走的 你的意识想怎么样 身体才跟着意识走 有时候口啊 也是跟着意识走的 你意念怎么样啊 口才讲出什么样子的话 所以这个意啊 就综合了身 也综合了口 分起来是三个业 合起来其实是一个业 那么其实像有形的这个身业啊 跟口业啊 其实来自于无形的意识 无形的意识 所以万法为心嘛 我们以前经常讲万法为心呢 所有的法都从心里面来 从心里面产生的 那么心本身又是无形 大家假如了解了以后啊 了解了这一个密教修行的这个方法以后啊 由三叶转成三密啊 你就可以渐渐的了解 密教本身呢 他的这个很伟大的地方 像金刚萨斗啊 龙树菩萨 这样子一直传承呢 下来 这个活菩萨手教下来的法 是非常崇高伟大的 他也是要叫你啊 从这个业障里面呢 修出这个清净的一种果位出来的 由业里面呢转成蜜 由这个污秽的这个人生啊 那么变成清净的莲花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方法 今天就谈到这里 Om Mane Bémi Hom Om Mane Bémi Hom